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家长好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 如果我的小朋友拍拖怎么办 他们很担心 当然我们拍拖可以分年纪 究竟他是小学五六年班去拍 初中高中还是大学 我相信不同年纪的父母 他们担心的问题都会不同 但是概括来说 其实我们想说一说 究竟我们担心些是什么 很容易说 第一当然是担心他学坏 如果男孩就跟着 会不会有些坏朋友 经常出去抱 如果女孩更加担心 会不会担心他会不会被人欺骗 待会搞大了肚子怎么办 另外一样的担心 很自然就是会不会 有机会影响他们的学业 因为他们还是求学士的 我们父母第一样东西 经常都说 读书的时候 你一直用心读书 不要想其他那么多东西 但是就算他们去到大学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父母 虽然都觉得 他都可以是适合年龄去拍拖 但是都会担心的 担心些什么 可能是担心他们 一会儿畢入业之后 找到工作做 结婚 便会离开我们 所以其实去到每一个时期 那些父母 我们都是对于小朋友 或者我们的孩子 去拍拖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担心 那我们呢 其实最重要 就是知道自己担心些什么 跟着呢 我们就针对 我们担心的是什么 然后呢 就去逐一样逐一样 来去 是怎么样 跟我们的小孩子来到沟通 但是呢 我今集呢 想说一样东西就是 我们不要做些什么 第一样东西 千万不要知道他拍拖之后呢 我们就去看他的手提电话 看他的电脑 因为他们这个teenager的时间呢 对于私隐呢 是很重要的 不是对还是不对 但是这个是看他们的汉为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算很想知道 都不好 在这些时候去看他们自己私人的东西 第二样东西 我相信很多父母都知道的了 没有立刻就说no 立刻就反对 因为你知道 越反对 他就越更加想做 更加不好 要禁锢 因为呢 你不让他出街呢 其实呢 他就有很多方法呢 来到更加反叛 第三样东西呢 千万不要问长问短 不是不可以问他们 我们要问他们 是有些事情的 下一集呢 我们会说 我们用一些怎样的沟通方法 问一些什么的问题 希望和他真的可以正面地来沟通 但是就千万不要 你回到来呢 就问长问短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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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